那尽管目前的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发布潜航器的型号 但是根据俄罗斯媒体新报以及多家外媒的报道说 发生事故的潜航器是AS-12型 属于V型核动力潜艇 其任务长期以来未知一直是民意般的存在 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2号报道 这艘科考型深水潜航器 已经被俄罗斯媒体确认为AS-12号深潜器 这是一艘V型深潜核动力潜艇 隶属于俄罗斯海军深海研究局 该部门下辖有一支潜艇部队 用于开展深海研究和执行神秘任务 直接向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进行汇报 据新华网此前对AS-12号核动力深潜器的介绍 该深潜器挺身由数个半圆形太制隔舱构成 长得鼓鼓囊囊的 因此获得压缩包的绰号 艇上载有25名军官 能自主航行一个月 水下航速30节 可自行下潜至6000米 AS-12号深潜器 是俄罗斯最为神秘的水下装备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末被曝光以来 关于该深潜器的细节很少公开 根据公开的情报分析信息 这艘重大约2000吨的深潜器 经过特别改状 可以紧贴在德尔塔三型核潜艇的腹部航行 不过关于该深潜器的具体用途和性能一直是一个谜 据称 它能够执行广泛的任务 包括从事深海研究和军事任务 不仅可以进行海船绘图 救援遇险潜艇 收集沉船残骸 还能够充当摧毁水下通信电缆的破坏工具